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就是正年法师的金思雨 慈激雪荣分会十页主资工每月一次的读书会 在吉隆坡金思堂书宣进行 这次吸引30家企业及百位员工出席 阅读正年法师最新著作《金思雨行菩萨道的方向》 那我们伊斯兰教讲的正道也是路 那今天讲的菩萨道这个也是路 都是要依循这条正路 才能够走到目的地 才能够觉悟 才能够度自己度别人 导读人是本地著名作家 兴奉伊斯兰教不影响他阅读禁思雨 现场也邀请来自槟城的实业家朱正荣 分享如何在企业环境落实慈激人文 把工厂也当成是道场 把慈激的理念都融入在公司 那更多的员工 还有他们的家庭也能够吸收到政法的话 那是多好的事情 不只是讲示好 我觉得来参加图书会的学员们也很积极的参与 而且互动很多 不只是一般的受益 而是全方面的受益 播出时间自我充实 让职场也可以成为滋养生命的道场 白新闻正山美之宫 马里西亚吉隆坡综合报导